巴里垃圾野埋场这几年除了用心富裕台湾百合 而针对野外数量日渐减少的瘦草也刻意地进行了保育 这个季节在场区内处处都可以看见它的方宗 来到巴里垃圾野埋场内四处绿油油的草皮上 不难发现这迷离的野生兰花 花朵沿着枝干往上盘旋 美丽的模样就像是草皮上的回旋舞者 这种植物叫做瘦草 又因为在清明节前后开花 有一个别称叫做清明草 它是一种小型的蓝棵植物 那它开花的时候它会具备有蓝花的一些特征 那它通常在开花的时候会从最下面 那个慢慢地往那个上面开 然后它开花的时候 那个有人会从它的开花的形状 会称为它是盘龙柱 它会慢慢地往上旋上去 那由于它的根部具有药用的价值 所以现在在一般户外 因为人为的烂采的关系 现在已经在户外很少看到这种植物 瘦草因为是一种中药 过去受到不少人为采灾 目前在野外已经很少见了 但在巴黎掩埋场刻意的保育之下 厂区内四处都可以看见它的踪影 我们这边因为没有人为的过度的去栽采 那它就会在这一块土地上自然的繁衍 所以我们每到了清明节的前后 那我们这边的厂区的整个草皮都会开满 瘦草这样子 下回有机会在野外看见瘦草 再欣赏它的美丽之余 也记得不要随手采灾 让更多人有机会欣赏到它的风采 记者方建凯利门会巴黎采访报道